哈囉各位 歡迎回到垃圾製造所 我是李永 再過兩天就是聖誕節啦 先預祝各位聖誕快樂 那到年底這種 聖誕節、跨年、過年 各種大節日跟家人朋友們聚會一堆的日子 想玩遊戲卻沒有多預算怎麼辦呢? 沒事 身為標準免費宅的我 幫各位繳了2021年下半年 私底上推出的十款 完全不用錢 而且超過上千好評的遊戲 不管是探索、射擊、恐怖類 通通都有 趕快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GOGO 首先第一款呢 是超級療癒的3D休閒探索遊戲 叫做 Opaka Staka 嗯 這名字有一點饒口 那遊戲中你將扮演一隻善良的羊駝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草泥罵啦 等等 先為大家示範草泥罵怎麼叫 嗯... 嗯... 沒錯 就是像我這麼叫 不信你去查 嗯... 好啦 總之遊戲中呢 你就是一隻羊駝 要幫助島上的母雞 根據線索找回走私的小雞們 我自己實際玩過後 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喜歡 遊戲整體美術設計的畫面很漂亮 那背景音樂也很舒服 操作容易上手 而且遊玩過程不會太長 我大概花了半小時就找到全部的小雞了 重點是啊 沒找到一隻小雞 它就會一隻一隻的疊上去 看牠們搖頭晃腦的樣子 真有夠可愛的啦 那也推薦給喜歡可愛小動物的你們 玩玩看囉 再來第二款也是很適合舒壓放鬆的小遊戲 叫做Coloring Game 4 這是一款意志類甜色遊戲 玩家需要根據圖中的數字 對應底下數字顏色進行填塗 那遊戲中的提示其實蠻清楚的 當你選擇填塗的顏色後 塗上的色塊就會變成灰色 所以也不用擔心會找得很辛苦哦 那目前這一代免費關卡共有20關 顏色最多的有25種顏色 51300版像素的方塊殼子需要完成 感覺是蠻具挑戰性的 不過因為它的BGM很好聽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邊聽音樂 邊跟著簡單提示塗啊塗的 不知不覺就完成了一顆鑽石 那過程中你是完全不用動腦哦 只需要放空跟 睜打你的眼睛 我那是塗狗狗塗到眼睛差點脫窗 不過也不用這麼逼自己啦 大家可以挑簡單的圖來玩玩看就好 那總之呢我覺得這是一款蠻適合消磨時間的遊戲 也是在心煩意亂的時候 讓自己慢慢靜下來的一個好選擇哦 接下來這一款呢是恐怖日系RPG遊戲 ANN 遊戲中呢你將扮演這個身穿粉色帽T 名為ANN的藝術生 發現自己因為違反了一條校規而被困在學校中 你必須要透過到各樓層的教室尋線探索 一步一步找到離開學校的路 整體的畫風我蠻喜歡的 它的音樂搭配也增添了不少鬼爵的氛圍 你不要看它畫面好像可愛可愛的 過程中其實我就被音家嚇到好幾次 所以奉勸你各位啊 耳機音量要注意啊 那雖然玩一玩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就死掉 但重生呢會從你死掉的地方開始 所以呢你只要記得去避開陷阱 基本上破關應該不會太難 那遊戲目前是只有英文版 但裡面的單字都沒有使用到太複雜的 如果你是喜歡玩恐怖遊戲的人 歡迎去挑戰看看囉 再來第四款 這個遊戲大家應該不陌生 是由Pixel Studios開發的Super Animal Royal 超級動物大逃殺 這是一款平面大型線上動作射擊遊戲 最多可以支援到64個人同場對決 之前測試版一直在Steam上有的極度好評的評價 也在今年8月推出正式版啦 那跟一般大逃殺比較不同的是 裡面的主角都是超可愛的小動物 讓玩家可以以上帝視角 在緊張刺激的氛圍中享受大逃殺的樂趣 它的遊戲操作不複雜 對射擊小白來說蠻好上手的 那我這邊也提供各位一個小訣竅 通常啊我都會選在最邊邊的角落降落 慢慢蒐集槍支跟物資 一開始先不要急著跟別人硬碰硬 你就靜靜躲在旁邊看著 等到別人打到血流成何後 就是你收割的時候啦 雖然我目前是都能收割成功啦 那順便提醒一下 大家一定要記得隨時往縮圈內移動 然後善用空白鍵翻滾討好 讓對手不好瞄準 別戀戰 能躲盡量躲 相信離刺激就不遠啦 第五款 Swallow the Sea 中文翻譯叫做吞噬海洋 這款遊戲我覺得比較劣奇一點 它是模擬海洋生物 彼此間物盡天責的動作類冒險遊戲 遊戲是採用那種陰森森的2D畫風 主要以黑、紅、橘跟鬼絕的顏色搭配 那在裡面將扮演一個海底的浮游生物 然後一步步捕食更小的生命值長大 目標是要成為稱霸海底的王者 我剛開始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怕 感覺很像在人體的子宮裡面 一撞來撞去 反正就是有點詭異啦 但後來玩著玩著就覺得 其實蠻有趣刺激的 而且難度挺高喔 因為你玩到越後面 就會有越來越多千奇百怪的生物 來干擾你前進 或是直接張在嘴巴把你吃掉 甚至會有一些刺刺的障礙物讓你自爆 想要在這段海底旅途中 披荊獎順利通關 就得考驗玩家的反應及手速能力啦 再來下一款遊戲也是跟動物有關 怎麼感覺今天變動物遊戲大全了 沒事 現實生活中要養寵物比較不容易 我們就進遊戲中過過乾淨 OK那這款遊戲叫做 GOOSE GOOSE DUCK 中文叫做 鵝鵝鴨 在介紹這款遊戲之前 我就問 你分得清楚鵝跟鴨 到底差在哪裡嗎 我好不容易翻到了 轟轟台灣這張圖精闢的見解 應該就是它鼻孔的位置最好認吧 這是鵝 這是鴨 那這是鵝還是鴨呢 分不出來沒關係 你只要在GOOSE GOOSE DUCK裡面 分得出來誰是人誰是鬼就好 簡單來說呢 它就是一款狼人蝦遊戲 玩法跟Among Us很像 玩家需要扮演鵝呢 在太空傳玩小遊戲解任務 那另一方的玩家 將扮演鴨子 試圖殺死所有的鵝玩家 那裡面也有 豐富多樣的道具跟獲勝條件 讓遊戲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 而且最多可以跟16名的玩家一起玩 很適合跟朋友一起互相傷害 我在試玩的時候 還不小心夾到了一個 菜國的房間 聽到一堆菜文 讓我好慌張喔 建議大家可以揪朋友開房間 應該會比較好玩 整體來說我覺得因為有中文的介面 所以蠻好上手的 只是因為這個比較考驗邏輯跟推理 是我比較不擅長的理論 所以我就給它的難度是四顆星 第七款 講到今年最爆紅的話題 肯定少不了魷魚遊戲 接下來要介紹這款遊戲 靈感也是由此而來 Crap Game 是由海外的YT加遊戲創作者 Danny所開發 它自嘲這款遊戲是一個搞笑笨作 沒想到一登上Steam沒多久 就獲得盡萬則的好評口碑 那遊戲目前支援最多35名玩家聯機 玩法就跟影集內的大逃殺類似 內建9個模式跟28章不同風格的地圖 除了影集裡面的關卡外 Danny還設計的像是 左磚塊、閃子彈等 雖然玩起來還是會發生一些破圖 物理碰撞不夠嚴謹的感覺 但趣味度十足 加上遊戲中可以攻擊推人 亂丟雪球 在各個關卡還可以陷害等等 實際要贏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不過因為這遊戲也不是什麼3A大作等級 遊戲品質就不用過於期待了 大家可以當作迷因享受歡樂其門就好 再來第8款也是跟動物有關的小品遊戲 100 隱藏青蛙 是由俄羅斯獨立遊戲開發人員所設計發行 遊戲目標就是要找到 身處在手繪魔法森林中的100隻青蛙 每隻青蛙都對應一個成就 雖然整張圖片看起來蠻複雜的 好像很吃力 不過仔細找找還是能看出端倪的 沒有想像中的難 而且還蠻有趣的 我自己大概花了12分鐘就完成了 跟評論區的玩家們相比 簡直是 爛透啦 各位成就廣行人 這邊有100個青蛙成就等你出擊哦 接下來今天正在歡慶20週年的 Xbox在12月初為玩家獻上 經典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最後一戰系列全新立作 最後一戰無限 Hello Infinity 除了收錄經典的戰役模式外 更在Xbox Series XS、Xbox One還有Steam上 免費推出全新多人遊戲 讓玩家可以號召更多好朋友 加入士官長的行列 那遊戲中有完整的第一季內容 包括全新學院、競技場、核心遊戲模式等 我自己試玩了幾場 不管是畫質、音效、移動、射擊的感覺 我覺得都非常的優秀 不過因為算是正統的FPS遊戲 所以很考驗反應跟速度能力 所以如果不常玩這類遊戲的人 應該會覺得難度頗高的 但畢竟是大作而且現在免費 我自己是推薦可以去嘗試玩玩看 我玩了一下搶棋模式 是真的很刺激耶 我一下就被 不過目前玩過 唯一一個小缺點就是檔案真的蠻大的 每次開遊戲都要跑好一陣子 所以如果想體驗的朋友 一定要先看看電腦配置能不能負荷喔 OK 要來介紹最後一款遊戲啦 Snack Force 它是一款結合了傳統經典遊戲 貪食蛇的TPS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玩法是採用俯視視角 以蛇行為基本的元素 對每一個關卡進行主義功課 那在遊戲中呢 玩家將要不斷嘗試 營救士兵增強隊伍的戰鬥力 射擊過程中也要很小心人質會受到傷害 雖然玩法看似蠻簡單的 但因為具有一定創意 整體畫面簡單清晰 而且在快節奏的遊戲中 是以關卡形式進行通關 每一關又是短短 所以不知不覺就會玩很久 像譬如說我在某一關死了 我就會很想趕快重新試一次看能不能破關 沒想到一下我就這樣過去了 那這邊呢也提供給各位一個小技巧 就是善用射擊旁邊的油桶來炸死敵人 可以幫助自己比較順利通關哦 好啦以上提供給各位2021年下半年 10款Steam免費 而且上千好評的遊戲 有射擊、恐怖、紓壓各種類型 不知道哪一款是你最喜歡的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或是有哪些是你最近發覺到 不錯的免費遊戲 也可以告訴我哦 對了Steam的冬季特賣現在也展開了 會一路持續到2022年的1月6號 大家也要把握機會去剪便宜哦 最後喜歡這支影片 也不要忘了幫我把影片分享出去 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哦 我是黎勇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等等先為大家示範草尼瑪怎麼叫 沒錯就是像我真的叫 不信你去查